杜荣的周末一文志 遇见每一个值得记住的光影瞬间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周末一文志 上期我们讲了印度的民众 最近一直想让英国王室 把殖民时期偷走的这个巨钻光明之山还回来 英国的态度还是挺明确的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强盗逻辑 说光明之山是当年1849年 当时的印度地区统治者自愿给英国人的礼物 既没有被盗也没有强行拿走 所以是没有道理去要回来的 那么大英博物馆也说 只要最终成为馆藏文物的手续是正规的 那么这个文物的来源就是合法的 而且还有一点 就像英国的前首相卡梅隆曾经说过的一个大实话 一旦你开口答应还第一件宝物 那么有一天你就会发现 大英博物馆被帮空了 因为全部都是来自于曾经的文明古国的 上次我们讲了印度的屈辱 讲了希腊的愤怒 那么中国呢 中国5000年的历史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辉煌 还有曾经被西方列强入侵的这种悲惨 有大量的文物流失海外的心痛 像上周还有个新闻啊 就说到有五届圆明园十二生肖的兽手 在上海展出还有不少海外回流的这个青铜器的展览 名字就叫盛世回归海外回流的文物特展 那这也是引起了我的兴趣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说 到底我们中国有多少宝贝 现在还沉睡在国外的博物馆 他们有没有可能回归到祖国的那一天 那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要怎么样才能回家呢 靠我们民间买回来 政府要回来 还是我们也抢回来算了 我们先来看看啊 大概在十来年前光明日报就曾经报道过 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有个数据 显示中国流失的文物啊 在海外多达164万件 分布在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当中 另外中国的文物学会呢 给出的是另一个数字 认为中国流出的文物总量达到了1000万件 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博物馆藏的这个六倍之多 为什么这个数字差距这么大呢 因为你本身啊 准确统计流失文物的这个数字 这个量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还有国际博物馆协会所公布的数据 是对各国博物馆所藏的这个中国文物的一个统计的结果 但你要知道 除了博物馆公事的之外 还有什么基金会啊 图书馆啊 拍卖行啊 以及个人的私人收藏家 他们手里还有大量的文物 这些是没有办法统计出来的 所以中国文物协会给出了这个1000万的这个考虑 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么中国的这些文物当年是怎么流失到海外的呢 如果要回顾中国文物的流失历史的话 最重要的方式两个 一个是战争抢劫 一个就是代理人的征集 我们先来说说战争抢劫 主要是通过三次 第二次鸦片战争 八国联军的清华战争 以及二战时候的日本清华战争 最早是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当时的英法联军攻入到北京 后来就占了这个 我们所说的万元支援 圆明园嘛 在园内大量的大肆抢劫 火烧圆明园 同时呢就把大量的文物倒走了 最终就运到了英国法国的本土 大家比较熟悉的十二生肖的兽手 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抢的 另外到了1900年 当时是八国联军又攻陷了北京 当时呢像京城的故宫啊 义和园 圆明园 还有什么各种寺庙 关牙都是大肆掠夺 像永乐大典这样的最重要的文物啊 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劫走了 还有什么玉器同祭金佛不计其数 再后来就是二战 37年到45年 日本的军队攻入到中国 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土地 在那个时候军中的士兵 以及随军到中国的各种各样 不同的这个背景的人很多 所以他们带走了瓷器 玉器 青铜器 绘画 书法 雕塑等等的小件的东西 就特别的多了 比如说文明小尔的河南 安阳 殷墟 有大量的这个甲骨 青铜器 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掠走的 像现在呢 日本就是收藏中国商代甲骨文 最多青铜器最好的国家 这个是战争年代的这个抢劫啊 除了这个流失途径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代理征集 什么叫代理征集呢 就是欧美的国家 他们有博物馆 美术馆 基金会 还有私人的收藏家 他们通常会有一个代理人 在中国做这个征集的工作 这个方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 然后这些人到中国境内呢 和某些商贩官员啊 关系都特别好 热潮呢 是始于20世纪初 当时的代理人们 利用中国文物保护法上面 是有空白的 所以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 获得文物 也有一个比较大明大放的途径 把这些文物就拿出去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当时的 我们把它叫做敦煌大道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英国人 斯坦因他是个英国的探险家 他在1907年当时到了敦煌 他是历史上 第一个到敦煌藏金洞的外国人啊 藏金洞是当年到水王源路 在墨高窟偶然发现的 就里面有好多的宝物嘛 还有经书 然后两个人搭上馅儿之后呢 斯坦因就用了四定马蹄银 大家知道四定马蹄银有多少吗 就是200辆银子 就是这200辆银子 换走了24箱手稿 还有5箱 经过仔细包好的这种绘画 绣品等等的艺术古物 然后到了1914年 斯坦因又第二次到了藏金洞 这一次呢拿走的金卷 多达600多件 装满了整整五大箱 从他开始之后 有法国人薄熙和 日本的大古光瑞探险队 还有俄国人奥登堡等等 还有美国人华尔纳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敦煌大道啊 他们以蒙骗的手段 用极低的价格从那个王道士那儿就把藏金洞里面的那些珍藏的文物 就全部拿走了 你说这些人吧和八国联军时候的那个抢夺不一样 他们美其名曰是收购的 但是那个价格很低 而且各种哄骗拿不到台面上的手段都用了 最主要这些人都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 很多也是西方国家里面所谓的名牌大学的教授 博物馆的高层 因为只有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拿回去是最有价值的 这个征集代理呢 在中国活动期间 他们除了自己来做这个工作之外 通常还有这个中国人在里面扮演着一个连线的角色 凿掘盗墓啊 毁坏文物啊等等 那么有些中国人啊 我不得不说比这个国外征集代理的人更加的贪婪 而且他们还很无知 斯坦因在新疆考古的时候 他当时到了一个热瓦克寺 里面发现了很多非常漂亮的泥塑 但是因为条件不允许拿不走 他就给这些佛像拍照 记录之后用沙子把它埋起来 希望不要受破坏 那当地人就看到斯坦因对这些泥塑的佛像如此珍贵 他觉得八成这里面有金子有宝物吧 所以等老外一走之后呢 这些人就把泥塑整个挖开了 开膛破肚 把全部的佛像砸碎了 就是为了找里面的金子 而这些文物破坏之后 根本是没有办法去修复的 所以让人特别的痛心 当年的这种抢劫文物 征集文物者现在已经 已经逝去了 你又去找谁说理呢 那为什么这些西方人老远的会盯上东方的文物呢 其实当时也跟美国那些地方有个政策相关 1917年的美国颁布了一个这个税务法案 他们当时有个新的规定 就是如果是给那个非盈利机构捐赠的话 就可以免除很多这个所得税 那这个法案呢 就直接刺激了一批的美国富商 他们就把那个本来要该交税的钱 现在又于支持博物馆的这个珍藏珍品的工作 一下就加速了这个代理人的成熟 然后他们到中国通过和传教士 甚至是直接和盗墓者的这种合作 就开始把大量的中国文物拿出去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就是当年 征集代理获得中国文物的这个人物关系 和他们操作的这个路线示意图 那当时派到中国的代理人是欧美的很多大的收藏机构 大英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还有像收藏家布伦黛奇 洛克菲勒等等 都是他们的买家 另外呢 像中国的敦煌 还有这个龙门石窟 洛阳金村 山西的这个永济永乐宫等等 都是他们蹲点 专门去猎取文物的一些重点的对象 所以这两个是当年造成大量的文物流失的渠道 当然其实你要再往早看的话 西汉的时候丝绸之路开始有正常的这个贸易通商 很多物品在那个时候就流到海外了 那么现在就变成文物了 还有呢 后来移民有出国呀 捐赠呀 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香港是一个走私的热点 很多的东西都从这走私走了啊 当然现在我们说海关也是越来越完善了 铤而走险来做这个走私生意 实在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现在人是越来越少了 基本上文物流失的途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些文物到了国外之后 都在什么地方呢 哪个国家收藏的中国文物是最多的 那么他们又没有什么样的回国的路线和可能呢 我们休息一下下半场和你说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周末一文志 我们来说说全世界哪个国家的博物馆收藏了中国文物最多 相信大家对于它都不陌生 这就是被誉为全球四大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 今天我们就在大英博物馆的背景下来做节目的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综合性博物馆 非常的著名啊 我知道很多朋友到英国去伦敦那一站都不能错过的就是大英博物馆 但是那个心情却是有点和其他人看不一样的 因为那里面有太多中国的文物了 这样我们知道的一句就是勿忘国耻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据报道呢 大英博物馆现在收藏的中国文物呢是全世界最多的啊 可以追溯到1753年当时它的建馆初期 那么到现在的藏品多达两万三千多件中国的东西 长期陈列在外面进行展示的就有两千多件 整个大英博物馆一共是有一百多个陈列式 藏品的是八百多万件那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古埃及 古希腊古印度中国非洲美洲等等 馆内真正收藏的英伦三岛的文物呢 连百分之十十分之一的比例其实都不到 所以啊历史悠久的这个博物馆展现的更多的是曾经日不落帝国 他们的那种荣光或者说他们曾经的耀武扬威 是他们在世界各地用各种途径掠夺的一个 我倒是觉得是一个真实的证据 是殖民史和侵略史的一个证据 那自始至终呢 英国都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那些他们曾经欺负过的弱国的头上的 无时无刻不再告诉我们曾经这些国家有多么的弱小 像印度这次想要自己的这个光明之山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有三件大英博物馆里面的来自中国的镇馆之宝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女史真图的原作者呢 是东晋时期的画家顾凯之我们说的这个画神 那么这幅画呢已经是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 是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叙事风格的一个捐本化 其实它的真迹早就失传了 现在留下的是两个临摹的版本 一个就是现在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镇馆之宝 另外一个目前是在故宫博物院 那么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个呢 是当年唐代的人临摹的 所以从唐代开始呢 就一直是流传在中国的这个皇宫当中的啊 八国邻居入侵北京之后呢 英国人把这副蚕丝捐画给偷走了 当时花了25英镑被大英博物馆买下来 非常可悲的是什么呢 英国人他不懂中国的那种卷轴画 拉开了横幅画啊 他们把上面的题字给割下来扔掉了 那目前呢 他们把它剪成了一个四块修复的版本 类似于日本的那种屏风画 你知道这就是导致一个当年曾经的世界瑰宝 完全被破坏的情况 一个长卷轴剪成了四块了 品字格了啊 这个破坏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修复的啊 再来说下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辽三彩罗汉像 辽三彩呢 是在唐三彩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的 他不仅完美的继承了唐三彩的优点 还比原来的那个基础工艺要更加的成熟 所以我们看到也是颜色更加的丰富和精美的 中国只有16尊的辽三彩罗汉像 目前只剩下11尊了 有5尊呢 大罗汉文物在挖掘和运输的过程当中都损坏了 那么这些保存下来的大罗汉呢 也非常遗憾都不在中国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里的这尊大罗汉呢 是目前为止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 那么唐三彩的罗汉像呢 不单单我们看他的造型精美 而且他的个头特别大 他是按照真人的比例一比一还原的 非常的具有震撼效果 所以在中国呢 古建筑大师梁思成曾经评价这个罗汉像说 其妙宵可与罗马造像比 并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最精作品也 大家可以想象而知啊 他有多么的金贵 但很可惜他也不在中国 还有呢就是敦煌壁画了 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整整收藏着100件敦煌壁画 这个呢就是被我们刚才所说的代理人斯坦因 通过代理收购的方法 四定马蹄银换到英国的 那么后来呢就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 刚才我们说大英博物馆啊 一共有100多个展厅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95号展厅 这个展厅也叫做中国瓷器展厅 里面陈列的藏品当中啊 有1700件瓷器 全部来自于一个人的藏品 他就是大维德爵士 大维德爵士呢 他1892年出生在印度孟买 一个犹太富商家里面 他的爸爸是印度银行的创始人 1913年呢 大维德他就移居到伦敦 在当时欧洲非常盛行 这种东方艺术热潮的影响下 他对于瓷器收藏也慢慢感兴趣了 再加上他出生在犹太的这种商人世家 所以他继承了家族的那种巨额的资产 以及遗传了犹太上人的那种机智敏锐 非凡的社会活动能力 所以他后来就到中国了 一来之后就和中国的相关人士建立了这个联系 当时的中国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兵临崩塌的最混乱的时期 所以大量皇宫的这个珍宝呢 也是被什么溥仪溥节 还有太监用各种方式流散到社会上 而且还有一个谣传呢 说当年慈禧太后呢 为了筹措庚子赔款 所以他在1901年呢 就把一批内府珍藏的珍宝 抵押给了北京的盐业银行 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就开始动脑筋了 那大维德也是其中之一 几费周折呢 就跟这个盐业银行达成了协议 购买到了一批非常珍贵的 亲公旧藏的珍品 你想都是慈禧太后 老佛也用过的 1964年呢 大维德去世 因为财务状况的原因呢 后来在2000年之后呢 他的基金会就关闭了 这批藏品全部都变成 大英博物馆来托管了 那么到了09年 大英博物馆就开放了 这个95号展厅 永久性的去展出 大维德爵士所收藏的这些珍品 在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啊 就是里面所藏的 叫大维德圆青花龙纹盘口向尔瓶 这一堆瓶子厉害了 它是元代公元1350年烧制的 这个花瓶呢 是现存最重要的青花瓷样的花瓶 大家都知道青花瓷嘛 全世界仅此一对 它是告诉大家啊 肇事着一个就是元代 无青花的历史不存在的 我们也是在元代有青花的 也是唯一一个用这个姓氏名字来命名的中国瓷器 大维德 但是非常讽刺的就是中国的瓷器最后灌了一个外国人的姓氏 另外向大维德收藏的宋词尤其是汝瑶 数量和质量都是仅次于故宫还有台北故宫 就只次于这两个地方啊 数不清 所以你看大英博物馆里面两万多件宝物 有人说啊 夸张一点 要想把这些宝物全部拿出来展的话 一年换一次 也得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展完 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宝物 但很牛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文物在介绍的时候 大英博物馆啊 有点掩耳盗铃 它把文物的来源呢 描述的是极其隐晦的 或者说是简单一笔带过 比如说有一件来自于中国河南 安阳殷须 伤晚期的这个青铜销有 英国人是这么介绍的 他说上面这件文物呢 当时是被人以低价卖给了另一个博物馆 但是不知何原因 这个人呢 不愿意陈列中国的文物 就把它给了大英博物馆 所以你就不知道他中间 到底是通过什么样渠道得到的 大英博物馆光是中国陈列市里面 从西州开始青铜器 到唐朝的瓷器 明清的金玉制品 各个朝代的绘画刺绣 书画不胜美举 而这些其实都是当年英国在中国内欧外患之际 要不然就趁火打劫 要不然就直接抢走 还有好一些的呢 就是低价购走的 所以说到这样呢 大家就明白一点 为什么大英博物馆 纽约大都会 对巴黎卢浮宫 俄罗斯东宫 这些博物馆被称之为是世界四大博物馆 有人说明明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也是很大的 怎么没有进入到这个四大呢 我们是世界上的这个四大文明古国 有着那么多的西式珍宝 怎么就没有列在其中呢 简单点说 我刚才介绍的一些历史 大家就知道了 如果你单单论博物馆占地的面积和文物的数量的话 那么中国的故宫 绝对是有资格入选世界之最的 故宫输在哪呢 就输在这些藏品 它的跨度 什么跨度 国际跨度和它的文化跨度 大英博物馆 世界各国搜罗来的珍宝十万件 卢浮宫各种古文物八万件 拿破仑时期侵略欧洲各国大肆掠夺 还有1900年 八国联军里面法国也是到圆明园 把很多珍藏的文物都放到卢浮宫里面了 相比较而言 他们的设立当然是非常广泛的了 但中国的故宫呢 收藏的文物呢 在多元化方面比较单一的 简单一句话 就是说故宫里面藏的都是中国自己的文物 说白了呢 就是皇家世代流传下来的财产 实打实的自家东西 代表的是整个华夏历史文化的这种延续 那相较而言 当然不如四大博物馆当中文物那么丰富了 不是因为历史不悠久 而是因为前辈没有出去掠夺过 所以没有那样子的一些文物 而说到这儿就有一个长久的争议话题要出来了 这么多好的中国的东西流失在海外 有朝一日我们能拿回来吗 2004年英国有个考古学家 他叫皮特阿卡 这个教授呢 他主持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 他是一个非常同行中国的教授 所以他在会议上就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话题 他说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是不是应该归还给中国呢 话题当时已经抛出来 整个的会场就鸦雀无声了 过了好一阵 有一个华裔女士回应了阿卡教授的问题 他说或许英国应该把部分抢回来的文物归还给中国 那么这时候有趣的一幕出现了 一个瘦高的英国绅士站起来 他先是大声表示说我不同意 然后他就讲出了他的这个理由 大家听听他的理由有道理吗 他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文物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记录历史 是 我们当年英国是抢劫了中国 保存在英国的很多文物曾经记录了中国的历史 然而大家请不要忘了 当我们的士兵进入到中国 开始抢劫这些文物的一刹那 这些文物和我们的大英帝国就发生了联系 至少他们到了英国之后 就是记录了我们的士兵抢劫中国的丑陋历史 记录了这个错误的一笔 从这一刻起 他既是中国的文物也是我们的文物 所以我们是有理由保存他的 乍听之下 他似乎承认英国曾经犯的这些错误 似乎也有这样的一番道理 让人是无言以对啊 随后呢就有人附和他了 说对保存在英国的文物固然有当年抢劫的 但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呢是通过贸易输入的 还有当年合法购买的今天都变成文物了 那如果要归还给中国的话 你怎么去鉴定他是抢劫走的呢 还是正经途径去的呢 是不是 所以现在到我们说文物回流的时候 他不单单是一个道德角度来讨论的问题 法律层面问题会更加的复杂 我们在看文物回流的时候 如何去索证这是一个比较难的情况 而且外国的相关机构也在绞尽脑汁的去藏相关的证据 举个例子啊 2009年圆明园12生肖兽手当中的兔手和鼠手 当时是在巴黎加世德被高价拍卖 所以引发了中国国内的这个社会强烈的关注和谴责 之后呢 中国圆明园管理处就宣布他们会成立一个专家小组 专门到海外去寻宝 这个寻宝的行动呢 让那些非法收藏中国文物的外国的博物馆就大为紧张 当时英国泰鲁士报就报道说 大英博物馆很担心中国如果趁此机会来追讨相关的国保 其实国际当中有相关的一些法律的 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签署了一个国际间共同保护文物 合法管制文物进口协议 比如说你是私藏脏物的就必须要归还原主了 所以外国博物馆也不想坐以待币 把自己的宝物还给其他国家 他们绞尽脑汁的在这个逃避 怎么做呢 就是藏 把中国的文物藏到这个密室里 就像大英博物馆 你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宝物在那 摆出来的只有2000件 我们不是说他们有两万三千多个吗 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宝物 你是无从去追索的 第二个就是拖 利用复杂的国际关系法呢 来和中国打这个旷日持久的法律战 一直要把你拖的是筋疲力尽 当年埃及奥索要大英博物馆里面 藏的这个师身人面相的胡须 花了166年的时间 这要多少代人去做这件事情啊 当然这个欺而不舍的精神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得学习一下 所以你看 法律追溯 人们基于厚望 但是觉得执行难度太大 时间太长 怎么办呢 简单迫切能够把东西要回来的 直接方式呢 现在有两个 一个就是争取文物持有人 或者是相关人士 他愿意主动赠予 这是实现文物回流 比较现实的一个手段 中国现在出台了很多 关于文物回国的这个 免征关税呀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呀 消费税的这样的一些政策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给海外捐赠文物创造条件 你不用交税嘛 表明中国政府是鼓励你这样的一个捐赠的 当然捐赠要看的是什么呢 是看那些富商的那种道义 或者说是一个缘分的事情 终究它不是文物回流的一个最主要的手段 比较著名的捐赠事件呢 是2009年法国皮诺家族 就奢侈品家族啊 从原来的持有人手中 购下了兔手和鼠手 无偿的捐赠给了中国 当时对于改善中法关系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但就像我说的专家说了 这个很难成为主流的 他不是人人都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 还有一个和他相似的呢 叫做民间回购 多年前澳门的船王何鸿燊 他曾经在拍卖会上以7000万的高价 买了圆明园的马手 连同之前他还买了一个猪手 一起无偿的捐给了国家 让人非常唏嘘啊 就既然是中国的东西 最后还要高价买回来 通过拍卖市场回购 这个方法其实专家是不建议的 因为这存在一个客观的问题 就是把曾经非法抢夺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合法流通的东西 相当于对中国的这个二次掠夺 而且在现实当中有一些企业呢 通过炒作追讨文物的行为 企图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 很多流失海外的文物的市场价值 是低于拍卖价的 之所以被不断的翻出天价 就是外国人利用了中国人的这个爱国心理 趁机给你抬高价 怎么样你想要吗 你想要的话那你就自己去高价拍回来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很多专家并不建议并不鼓励的 未来怎么办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的方式 专家建议说对于流失海外的文物 首先政府要有一个统筹计划 最好是通过一个文物普查的方式 把流散在外的文物 你给他建立一个档案 保留权利 就是永远有追回追溯的这个权利 官方层面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协商可能呢 我之前看网友非常认真的说一个建议 我觉得特别好 那比如说英国呢 可以把从各国掠夺的文物归还给各个国家 这些国家呢 再制作一个一比一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赠送给英国 之后呢每隔几年 国家之间文物互动交流展示 让艺术的这个精髓呢 在各国人面前都有一个展现 这既丰富了大家的这种文化交流 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 就是不要操作起来是不是太复杂了 那今天说了这么多啊 短时间之内流失文物回归 真的还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坦然接受本国的文物 寄居在海外的这种现实 也要有宽容的心态来思考 如何利用海外流失文物来服务国人 或许这个是当下比较具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和海外的这个藏家共同研究 共同合作开展展览 或者说网络展览都可以 我今天在做节目之前 就专门到大英博物馆的这个网上去看了一下 这也算是一个选项吧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 不忘历史才是最好的一种怀念 如果大家您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比如说中国的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 该不该收回来或者用什么样的好的方式收回 也欢迎大家把您的想法 在我们的YouTube的下方留言告诉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